Hello,大家好,我是米凯,今天我们下来看一下第1,123题 Lowest Common Ancestor of Deepest Leaf 那么这道题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这个二叉数啊 然后我们要寻找它这个LCA,Lowest Common Ancestor 然后对于它的这个叶子最深的叶子节点啊 然后呢这个叶子节点也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后继节点啊 你的左边跟右边都是空 然后这个深度呢就是我们定义啊这个根的深度为零啊 然后往下依次啊深度加一 然后这个Lowest Common Ancestor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多个ancestor的话 我们选它最低的那一个啊 比如说像这个1,2,3,4这个例子啊 你对于这个4来说它的ancestor可以是2啊也可以是1啊 也可以是他自己 那么我们要最矮的那个的话我们就是他自己 那么看完这个题目啊 我们首先第一个想法应该就是像这个一个sample1一样啊 就是对于你这个根节点1来说 如果我左右节点的深度啊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我这个根节点来说 它一定是一个他们的这个Lowest Common Ancestor 因为你的左支它的深度是一样的 右支深度是一样的啊 那么你就是他们这个共同的这个Lowest Common Ancestor 那如果是你这个像你左右支不平衡的这种情况啊 因为你左支的深度跟右支的深度是不相等的 那就说明啊我们要去取它更深的那一支呢作为我们的deepest leaves 那么所以说它呢就不可能再是这个Lowest Common Ancestor了 因为你有存在更深的叶子节点嘛 因为你左右支的这个一旦你这个左右支它的这个高度不一样啊 它的深度不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永远都是去更深的那一支里面去找啊这个Lowest Common Ancestor 那明显这个左支的深度更深啊 所以我们会去左边去找啊 然后它左右呢是空了啊 那它就已经是最底端了 那么它的这个Lowest Common Ancestor就是它自己本身 那如果是12345啊这个样子的话 对于这个2来说啊 它下面又平衡了两个这个深度啊 最深的这个叶子节点的深度啊都是2 那么它左右深度都相等了之后啊 那么我们2呢就成为我们的答案了 它的这个它就成为这个Lowest Common Ancestor 那对于这个1来说 你看它左支它的深度为2 右支的深度为1啊 所以这个1呢就不再是答案了啊 不像这个123123的时候呢 左右都是深度为1嘛 但是如果你2下面还有东西的话 我们就会去深的那一支里面去看啊 它的展开啊 这个大概的思路我们已经有了 那我们看一下如何把它转换成代码的语言 好我们看下代码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mix等于-1 我们先这个保护一下 这个就是维护一个我们当前的这个最深的深度啊 这是我们最深的这个叶子节点的深度 然后呢 Treno的LCN也是我们的答案 Lowest Common Ancestor 然后我们就直接去跑DFS了 那么如果我的root等于none呢 我就return dips很一样 因为这个如果我当前这个一层啊 没有东西啊 那么就说明我的深度呢 就为我上面的那一层 然后我的左支啊 interlabs啊 就等于我的这个dfs rootlab 都号dips加1啊 这样的话我这个左支的深度啊 就会被我给返回回来啊 右支的深度一样啊 也会被我跑回来 那我左右支的深度都跑完啊 然后我就开始验证啊 如果这个当前的这个深度啊 大于none 我就把我这个最深的这个深度啊 更新一下 然后如果我的左支啊 等于这个最深的深度 右支也等于最深的深度啊 后面我这个左右支啊 都相等 并且呢 它们都是最深的那个阶子节点 那么我当前的这个答案呢 就会等于你这个根节点啊 然后最后 return的时候啊 return这个左右支啊 它里面最深的那一支 那就return left和right当中的最大值就可以了 那的话我每次 反到这个上面一点之后呢 它的这个深度啊就是2啊 不会是1的啊 就像这里一样 我这里1的左支的深度啊 应该是2啊 如果你不反回最大值的话 你这个对于2来说 它的左支深度为2 右支深度为1 如果你不反回最大值 你如果反回了1 那对于这个1 对于这个当前 我们这个1这个节点来说啊 它的左右深度啊 变得相等了 就不对了 这个信息就是错误的 所以说我们要return这个最深深度啊 所以我们要这个left跟right里面 全它的最大值 那么当这样做完之后呢 那我们就能得到我们的答案啊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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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